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迈入2024年 企业依旧面临了来自各界的艰巨挑战 这些阻碍呢 包括了地缘政治冲突 通膨困扰着全球各国的总体经济 还有生成是AI的崛起 和利害关系人对于ESG倡议落实的种种要求 既然目前环境存在着这么多的变数 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的面对一个2024年呢 本期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了KPMG安侯监业执行长 施威明Steven 邀请Steven为我们解读最新出炉的CEO前瞻大调查的调查结果 让我们欢迎Steven HelloSteven你好 Peter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KPMG执行长Steven 是 想先请教Steven 关于这次大调查整体结果的一个看法 这次CEO前瞻大调查当中呢 反映了CEO普遍的信心程度是如何呢 因为在2022年度的调查结果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82%的台湾CEO 对于未来三年的国家景气呢 发展是有信心的 那我们想知道说在最新的一届调查当中呈现了怎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想这几年随着利率的提升导致借贷成本不断的上升 那企业面临的债务等风险呢都更加提高 加上市场需求的降低 特别是2023年度高利率 与高通膨 为全球经济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 那加上国际间的战事呢 也尚未停歇 ESG与AI的监管法规 意趋严谨 而但是我们的企业呢 在多重危机下 仍能开创新局 运用弹性灵活的营运策略来展现韧性 相互合作并创新市场需求 来因应这个动荡的时代 所以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82%的台湾CEO 对于未来三年的国家景气发展 具有信心 与去年的这个调查程度是持平的 平手就对了 是的 反观台湾CEO 对未来三年全球景气发展的信心程度 就叫去保守 那仅有52%抗好未来全球经济的成长 那我们认为呢 CEO除了需因应上述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外 在国际营运上面所面临的风险是越来越远俊 那不论是生成式AI人工智慧的兴起 各国ESG监管的要求 那加上数位资讯网络的攻击 人才策略 或者是工艺内的变动等等 都是企业认为需要审慎以对的 是刚才Steven提到两个数字 我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82%的台湾CEO 对于未来三年的国家景气是有信心的 但是看好未来全球经济成长 这个数字呢 就降低到52%了 可见全球跟台湾自身之间的 这个看好程度是有些落差的 另外呢 在所属产业前景的信心程度上 有88%的台湾CEO表示具有信心 那这个百分比略高于全球的78% 那与亚太区的这个85%的调查数字 另外84%台湾CEO 对于所属企业的前景的信心程度呢 则是与2022年的78%相比 略有回升 那意味着不论国内外的环境如何变迁 台湾的CEO仍乐观看待其企业的未来发展 哦 原来如此 那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的话 其实全世界最关键最夯最热的一个关键字 一定就是AI 因为我们看到了ChatGPT在一年多前出现之后呢 不管对于资本市场 然后对于整个高科技的产业 或者是对于我们一般上班族的工作的 日常的内容来说 其实它都揭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 跟创新的可能 所以新兴跟颠覆性的科技这个风险呢 它已经是全球CEO 在上一次大调查当中最关注的一个风险了 那这个年度我们看到最新一次的 这个CEO前瞻大调查 它对于科技 对于颠覆性的这样子科技的风险 它的关注还有变化是如何呢 新兴颠覆性科技风险 在我们连续五年的调查中呢 皆稳居前五大的风险 那大部分的CEO都认同 拥抱新兴科技呢 是企业成长的必经途径 那它最主要的效益呢 涵盖包括改变商业模式 那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及强化客户的参与度等等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呢 CEO对于新兴科技的应用 也有许多的顾虑 像是如何让AI云端 边缘运算等应用 皆能够得到适当的控管 那避免产生像道德的风险 那这些都是现阶段 大家关心的议题 那投资新兴科技呢 也可能产生相对应的风险 像是成本因此而增加 那投资回报较缓慢 那员工接纳程度低 或者是在应用导入的时候 无法串接既有的系统等等 因此呢 如何让新兴科技能够发挥 它该有的潜力 这些变数都确实让企业 增加许多的不确定性 而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观察到 企业如何在信任的角度下 进行数位转型 这个时候资安的议题 也因此而受到特别的关注 是没有错 当然企业这个角度 它需要有很大的投资 包括不管是硬体的开销 或者说是一些软体的训练等等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做一个个人 作为一个上班族 在这个时候 好好的去透过这些新的AI 去磨练你自己跟AI 协作的一些模式 或者是一些创新的工作手法的话 它对于你的工作效率 应该是能够大幅的提高 对不对 是的 我们知道新兴科技的投资与应用 要发挥效益 那人才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 那近年来呢 人工智慧议题 热度持续高升 企业为了能够站稳市场 在这个人才稀缺的情况下 我想除了薪资讲酬条件的优渥外 在员工福利 员工的职业发展 那及企业文化上 各企业更是卯足了权力 来吸引流用这个专业的人才 那因应企业的未来的发展需求 是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多一项技能 多一个工作手法的话 我相信这会是你非常好的一个 加薪升迁的一个途径 那相比这个新兴的颠覆性科技 如果说它是有危有机 有风险有机会的话呢 地缘政治这件事情带来的挑战 它是看起来远远大过于机会 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政治 跟战争的冲突在全世界出现 在这一次的前瞻大调查当中 我们的CEO的普遍的意见 他反映了哪些结果 那另外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台湾CEO对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 这个关注呢 他是不是把短链供应当成 改变供应链的一个首要任务呢 这次的调查中呢 供应链风险跟利率风险 并列影响台湾企业的 第五大的营运风险 那我想这除了是因为目前 全球人在通膨的压力中 加上这一两年国际战事不断 美中贸易战 能源粮食短缺 商品原物料价格上升等因素 这些都让全球的经济成长 呈现疲弱 虽然说美国联准会 应该有望在今年降息 但总体来说 全球经济情势的发展 的确变得非常不可预测 所以呢 企业在因应地缘政治与 美中经济逐渐脱钩的局势下 CEO必须不断的调整多链 及短链的弹性布局 才能因应全球供应链的 移转现象 而这些变动呢 都让企业的营运成本 会因此而大增 此外呢 因应全球净零排碳的目标 去碳化的绿色供应链 已经是企业必备的课题 是 净零脱钳呢 所产生的成本与投资呢 也大大增加了 营运的风险与挑战 是 在Steven介绍这几个答案当中 就包括了这个税务啦 然后包括了ESG落实 要如何做到 然后包括如何购买绿电啊 相关的这些议题 其实本节目呢 都有介绍过非常多的奇数 也欢迎大家呢 回去听一下 我们过去所介绍的一些 相关的内容 那另外我一个 很好奇的一个点 就是说 还是回到AI AI 刚才Steven您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在大幅应用 导入的同时 它一定是增加了被入侵 然后被害 或者说是财产啊 机密损失 这样相关的风险 所以资安的威胁 先前政府就已经说 已经是提高到国安层级 这是一个国安的问题了 在这次CEO前瞻大调查当中 伴随着AI出现的资安威胁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焦点 或者是问题的回复呢 我想AI不断的进化 及快速普及 网路攻击呢 就呈现了高度的 这个增长 是 那根据统计呢 2023年度第二季 全球遭受网路攻击的次数呢 更创下两年来的最大的增幅 那我们这次的调查报告 也看到全球的CEO 有82% 及台湾的CEO 有70%认为 生成式的AI啊 能够快速的侦测到 异常与诈欺事件 却也能同时发展出 更多类型的新手法 传统的资安防护 已不足以因应复杂多变的威胁 外部攻击者滥用生成式AI 造成网路威胁不断的增加 而且攻击的手法 日趋复杂 不过从这次的调查报告看到 有90%台湾的CEO 评估自己的企业 已建立完善的资安防护 那值得注意的是 相较于2022年 这次也有近一成的CEO认为 他们尚未做足资安防护的准备 有90%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的 其实这个数字比我想的稍微高一些 这个感觉上因为很多的企业会说 他们觉得不知道该投资什么 我觉得投资资安就对了 应该就是从Steven的这个回答当中 可以看出相关的趋势 我想这应该是现阶段的显学了 对真的是 那另外呢 我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历来 从最近这三五年的 很多大小企业都有出现被攻击 被入侵的这些例子 所以资安相关的准备 一定是你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功课之一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给这些企业 做一些实际的建议跟考量呢 我们建议企业呢 可先由独立的第三方 针对资安的体质与现况 进行详细的见解 那竞速辨识并修补 可能的潜在漏洞 那除了使用先进的工具 前瞻的资安国际标准外 企业也应该将资安视为标准配备 那更要重视基本功 优先针对员工的安全意识 资讯人员的技术能力精进 资安政策与管理流程的多方面 进行强化与优化 是 其实在AI相关的关键字查询结果当中 如果你一个一个去盘点的话 它那个排行榜啊 有一个关键字很有趣 就是跟AI一起出现的是 人类会不会被取代 所以可见人类在应用 在导入AI的时候 其实心底是有一股担忧 就是说到底有一天我的工作 会不会成为机器人取代的对象 这个失业的这种深层的恐惧 其实是很多人所思考的一件事情 所以AI除了要应付治理资安威胁之外呢 其实AI的治理到底要怎么样限制或者是鼓励它 我相信也是一个讨论的焦点 对不对 是的 除了刚刚以上我们提到的资安的风险外呢 AI所带来的这个道德挑战 那以及这个数据应用的隐忧呢 更是全球CEO所关注的面向 是 那例如欧盟呢 以着手针对AI制定相关的应用规范 去年底召开的这个全球首届的人工智慧安全峰会 由28国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 试验强化全球AI的监管 而美国政府呢 也在去年底签署美国首份关于AI的行政命令 目标是建立安全的新标准 也因此我们势必需要新的做法与策略 AI必须要能可见可懂可用可运营并且可信赖 那个这与资料输入的品质呢息息相关 也因此数据治理势必将成为未来实践AI创新 与数位转型的重要起始点 对现在有这么多的穿戴式装置 然后我们每天身上可能都有不止一只手机 所以这个数据的总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你能不能够解读它 能不能够应用它就关系到 我们刚才Steven所说的 你会不会可见可懂可用可营运 而且可信赖 如果你都没有办法掌握的话 相对来说可见这几个相关治理的原则 可能距离你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这个相关的改变 也是大家必须要从Steven刚才所介绍 这个布莱切利宣言当中去了解的 另外我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关于ESG倡议落实这个工作 其实过去这两三年非常非常夯 非常热门的一个讨论 那我相信台商企业也都加快脚步在赶上这一件事情 这当然是冲击全球每一个企业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特别是台商这样子制造业为主的结构 这一次的调查当中CEO面对ESG倡议这个话题 这个工作他有怎样的回复跟态度呢 我想目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然相当高 那台湾企业呢较重视短期的营运效率 及相关的法规的遵循 那即便如此 ESG的投资呢 仍然持续在进行 并且是以这个ESG报告 资讯揭露为主的方式呢 来进行推动跟发展 那我们从这次的调查报告显示 全球的CEO认为 未来三年企业透过落实ESG策略 将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发挥影响力 那这个其中呢 又以建立客户关系 合作伙伴与并购策略 跟建立品牌生育 为三大关键的影响领域 而且呢 有超过四成 42%的台湾CEO 已经将ESG纳入业务策略中 借以创造企业的价值 是 另外台湾企业也预期在五到七年后 会有明显的这个ESG的投资成果 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眼前的投资 在一段时期 这个可见的未来之后 终将能够为企业带来实质的回报 是这个意思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这个经营策略 跟可预期的报酬结果 是 那如果说我们最后作为一个总结 来看一下ESG相关落实的进度的话 到底在相关的资讯上面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认为在揭露ESG相关资讯的同时 若企业的经营无法符合 所属利害关系人的期待 那可能会面临到公司 无法得到足够需要的融资 那因此台湾企业在公司经营的透明化上 需要能够反映在低碳 ESG各个面向的透明度 那这也是企业是否能在市场上面 得到利害关系人充分信任的重要关键领域 在今天Steven的解析当中呢 我们从整体景气的预判 然后从资安威胁 数位的治理 然后数位的转型 乃至于ESG工作的落实 以及对未来的相关投资报酬的期待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全世界以及台湾的CEO 如何看待未来三年的全球的景气 和他们自身的营运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 全球企业对于2024年 一个比较权威的看法的话呢 一定要好好的把Steven刚才的这个解读 完整的再收听一次 我们也期待下一次Steven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 关于企业权威调查的一些解读 今天非常谢谢Steven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Peter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接下来进入工商时间 KPMG知识音浪即将迈入300集啦 为了感谢听众朋友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特别举办了300集通关密语大目级活动 就从本集开始 请您锁定每周二和周五 节目当中出现的隐藏关键字 只要您集满四个关键字 并且在KPMG安侯建页 脸书粉丝团抽奖活动当中 完整回复的粉丝朋友们 您就有机会获得 KPMG联名 Thermos咖啡机 以及空气清净机 以及小熊钥匙圈等等 严选好礼 龙年即将到来 我们的活动关键字 当然也要套个吉利啦 本集节目的通关密语是 万 也就是万中选一的万 记得收听每周二和周五的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要您锁定所有的通关密语哦 祝您幸运重大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